来看一下地规的行为 把这些都关掉了 这样呢也是比较一个难点 也是一个难点地规 一开始学地规呢 大家不要深究啊 只要知道 它是什么意思就行了 如果你要去深究它 可能跟你绕进去啊 一步一步来 这个代码写多以后呢 你的议员这种计算机思维熟悉以后呢 你再把地规写的土打起来 我们现在呢先 最基本的把地规先了解清楚 不要 还是劝识各位同学 不要绕着地规一块出不来 因为这东西很绕成人的 现在 加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看一个地规的行为 现在如果我有一个函数 看我这个函数啊 我这个行为名字呢 叫 叫ABC吧 我可以问起来 那个Test吧 团案的F N等于 d-N 如果我在主行为当中调整它 这是一个再古空不过的一个写法了 对不对啊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儿 韩式的反复值是空 不需要有反复值 这个代表函数名字 这个代表函数的 停餐 那么这儿如果调整它 我可以是不是给写一个食餐呢 I等于9 然后这儿呢是I 这个是食餐 好 好 控制一下 财富 我执行一下 N等于9 这个函数这个知识点 没有任何好看的地方 现在呢 我们就改一下 看我们怎么改啊 如果 如果 N 大于 零 团案的F 在这儿写法了 这个啊 我知道还有这样写法呢 Test N 点减 点减 我有这么一种写法啊 那么 大家看这种写法什么写法呢 这里边又有一个 我还是分开写吧 这样写大家看得比较模糊啊 N 点减啊 不要写到一起 写到一起大家可能 那就容易哄 更 更麻烦啊 这样 刚才怎么写的 如果 N大于零 我让N 减 减 然后呢 我继续调用了一个 看我自己调用自己 函数 自己 要 用 自己 它打印了一个 plusf 然后呢 我们把这处稍微写小点 比方写一个3 啊 我们看出什么结果啊 Control 加f 看出什么结果 012 大家可能这样还不是很理解 我这样 我把这个Purant F呢 来放到这儿来 这样大家可能理解起来容易一些 我反跟哥 我先把Purant F放到这儿来 首先 我们先 我们先分析一下行为 这个评论一定要分析啊 这个认真听大家 不认真听的话 这个课 不是特别好理解 今天的课 而且我们讲完这个课 还要讲指针 都不好理解啊 现在我有一个函数 一步一步一步来 这个函数呢叫test 我第一次掉进了test的时候呢 它的参数 i挺了几啊 3 也就是到了这儿 这时候n是几啊 n的值是 等于3 这没问题吧 评论 换一个 我们把这个程序跑起来 看一下屏幕上 是不是首先 Purant F之后 n等于3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然后呢 下转 他打印完这句话以后 他n- n- 等于几了 等于2 那么这时候 他继续调用test 继续调用那个自己 那证明不管调用谁 他还是调用test 是不是啊 他又调用了 那是不是 代码你又要回来 从他继续看了 代码又指向他抓来了 那么这时候 n等于几了 n是不是等于2了呢 那Purant F时候 是不是打印了一个 n等于2结果出来了 他继续n减减 减完以后呢 他又调用test 这个时候这个n几了 1了 又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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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减去了 再减完又调用test 再回来 噢碰到这么一个东西 一击一句 n大于0才行 n小于0呢 他不调用了嘛 结果是什么 n等于0会打出来吗 不会打出来 因为这个代码大概不执行了 是不是就整个完成了 能理解吧 屏幕上就会出现一个 n等于3 n等于2 n等于1 如果假设 如果假设我的代码写的是n大于等于0 我们看一看 他一定就是 n等于3 n等于2 n等于1 把n等于0也打出来了 因为n大于等于0 因为条件成立嘛 n等于0 就是在n减减 n都负1了 这条件不成立了 所以地规退出 这叫什么意思 一个函数自己代用自己 就叫 就叫 函数的地规 我们再看另一个行为 这个行为我们先不考虑它 我们把它 放到 这 这个就比较费解了 我们看一下康哥加F5 他输出比是个什么呀 他输出是个负1 为了简化 我们现在把这个等号去掉 把等号去掉 康哥加F5 他 完全行为又变化了 我只是把团代M换了个 换了个顺序 它就变化了 我们先看一下 为什么会输出这么一个东西 同时再去研究它 这就比较热 首先 N的处值还是3 没有变化 对不对 所以这个模型是没变化的 Test N等于3 我们再来看这代码一步步来 一进来 先做了什么操作呀 先做了操作N-- 然后呢 调用一个字解 还没打印啊 大家看啊 没有Promptf一句 先调用一个字解 那调用完字解是什么结果呢 这个Promptf执行吗 它没执行呢 继续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又回来NG去检检 一个Promptf不会会执行的 是不是啊 最后又执行回来 又检检了 下次再到了这儿 这个条件不成立了 是吧 这个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这个CAST是不是不能再执行了 不能再执行之后 该执行哪个语句了 该执行Promptf一句了 是不是啊 那你看一下 这个Promptf一句 是哪个Promptf一句 最先执行的呀 是第一归到头的 那个Promptf一句 第一个执行的 对不对 第一归到头了 所以说呢 把这个Promptf放到这个位置呢 叫什么呢 书语叫 叫后序地归 如果把这个Promptf放到这个前摘来 这儿叫先序地归 它叫这个概念啊 叫先序 那么 如果是先序地归 我加个注释啊 如果是先序地归 如果是先序地归 先序地归 先序地归 那么 盘数是 就这个这个代码 代码 代码 代码是顺序执行的 我只是这个 放到这个地归前面 这个代码 如果是后序地归呢 如果是后序地归 那么代码是 密序执行的 什么是密序执行呢 最后一次地归完了以后呢 才执行这个代码 然后呢 再一步一步一步 执行的第一个代码 能明白这个道理吗 比较绕啊 现在 我们为了这个 把这个先序后序呢 我们都能够打印出来啊 在先序这个里边呢 是这样写 在后序里边这样写啊 好 我们这边写一个 先序 这边是后序的 同时来执行它 看一下 先序的时候 是不是从 2 1 0开始的呀 那这后序呢 从012开始 也就是说 在这儿 这是一个先序的过程啊 先 n等于3 在 团体F n等于2 在团体F n等于1在团体F 后序呢 就是先 把一切都展开了 这儿呢 n等于3 n等于2 等于2 然后呢 n等于1 最后呢 n等于0 才开始 一个一个往回反 从这儿 它的方向呢 是从这儿开始 后续 马上回反 马上回反的时候 因为马上回反了 它才会有机会 执行后边这个代码 它呢 就把后边这个代码呢 来打印出来 所以是反的 那么整个 如果把它 做一个更大的图序展开的话 它实际整个地固的过程 是这样的 第一关的过程 我们看一下 它不是简单的循环 它不是简单的循环 它是这样 首先 韩兹地会 自己调自己啊 它 先调自己 再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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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最后 到了最后呢 它还要 一起一起的再回来 它的过程 它是 这儿 到头啊 下面最下面 这个叫地规 终止条件 最下面的 叫地规 终止条件 所以地规 一定要有个终止条件 没有终止条件 就是此循环了 这儿 再回来 它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循环是什么过程呢 循环又是个单向的啊 直接循环到头 不动了 地规是下去 总再绕回去 像套起 远环一样 它的话 一不再套了以后 你要解套一级一级 必须再再解回去啊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循环 地规在某些时候呢 可以替代一个循环 但是它的循环的行为呢 是有特别大的差距的啊 它一级一级下去 一级一级还得回来 啊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规 必须要有终止条件 假设你写地规 是否忘写 这个条件 是什么行为呢 假设你忘写了 Ctrl加F5 它就是一个 此循环 因为你没有条件了嘛 它永远在 执行 那么假设现在我又这么有无法 我们继续研究地规 我们现在要研究什么呢 循环 我们之前呢 做了一些循环代码 比方说 我做了一个代码 我这样写啊 Test1 在那是印的N 这样 I 我第一代 然后呢 4 I 等于0 I 小于N I 加加 PrintF 打印一个 I 出来 我在代码当中呢 我就直接调用一下 这个Test1 稍微写多点啊 斜个5 Ctrl加F5 0 1234 这个人很好理解吧 现在呢 我改了 Test2 N 这儿呢 如果 N 大 如果 N 大于 0 我呢 就 N 减减 这儿呢 Test2 N 这地方呢 同样 我要放一个代码 PrintF 百分之 D -N 这儿呢 是 N 我来调用Test2 Ctrl加F5 它是什么行为呀 4321 0 如果我把这个PrintF呢 放到 这儿 放到下角 就叫这儿什么呢 后续地归 Ctrl加F5 1234 那么这时候你发现 这个Test1和Test2 这个结果有什么区别吗 有什么区别吗 结果是一样的 因为有时候呢 我们就这样啊 有些时候 地归是可以替代循环的 有些时候呢 循环也是可以替代地归的 但是呢 地归有什么特点呢 它这个 只要简单的放一个先续后续 就可以整个法 出出的逆制 循环是不具备的 循环你要 到的循环你还得改办嘛 是不是改这个判断条件呢 改成减减 开始买改成N 如果你要到的方程 放出这个循环的话 你一定是这样 对不对啊 啊 再来又把它改成大于等于零 是不是啊 再来又再改成减减 你要担很多地方 那如果假认你的地归 如果要处理这个事情呢 你就只是先去后续的问题了 啊 放前放后的问题 你代码当中呢 就变成很小啊 这呢 你看 你这一变 卡特加坡 它到了输出了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Test2呢 也是到了输出了 有时候呢 地归会给你的这个程序呢 代码呢 带来一些 这个 比较容易的解决方案 但是呢 它使你这个代码 逻辑上变得复杂了 因为你理解它很不容易 它自己呢 调用自己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代码里面 有什么还给大家提供一个案例啊 但有些时候呢 有些题呢 必须是用地归写的 你不用地归是解不了的 比方有这么一条题啊 这个题其实不是 完全用地归去解 只说用地归去解 就更简单了 而且是这样的 有N个人排成一排 问DN个人你多大了 他不回答你多大 他说我比前方 那个人大两岁 再跟前方那个呢 他又说我比前方那个大两岁 一直到最后一个人呢 他说我十岁了 那请做一个函数球 这个N个人到底是多大呢 年龄 这个特别适合用地归啊 你用的函数你不好做 这个代码 那么地归怎么做呢 现在呢 我开始呢 多给你一个地归 H 这个代表 N代表 有几个人吧 有几个人 我代表求N那个人 你有多大年龄 看我怎么写的 如果N等于1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这是最后一个人 对吧 就是你会成最后一个人 从N个人开始 一个人要投了 那投就是一个人吧 你看 他反复多大啊 十岁 就是第一个人 年龄 年龄 是十岁 那否则的话 我干什么 H 返回 H 就是减一加二 也就是前一个人 前一个人 总是比后一个人 大两岁 这个代码能理解吗 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 同学可以举手啊 我们可以再 再把它展开来 给大家讲一下啊 地归 这样的地归 永远是前外这个人呢 比后边那个人呢 大两岁 所以地归 地归的条件是什么呢 最后如果等于1了 等于1不地归了 不能再地归了 再地归子循环了 等于1就明确地 返回一个十 好 我们现在在代码里 调用一下啊 如果要不是开咖了 我调用的是一个 H 它的返回值 我们看下返回值啊 QuantF QuantF 百分号 H 等于百分号 D-N 这呢是 H 第五个人多大呢 第五个人年龄 到底是多大呢 QuantF 第五个人多大呢 第五个人多大呀 第五个人多大呀 18岁 那算一下吧 第五个人18岁 第四个人多大呀 16 第三个人哪 第二个第一个 最后你问他第一个人 他就是 10岁 是不是地归啊 地归解决问题很容易的 假设你现在如果不用地归 你自己掐手的时候算哪 五个人还好算 那万一就五十个人哪 不好算了吧 你让电脑去算吗 这么大呀 这老数小啊 一般排队旁边都这么大 那就很大了 至少你知道 他是108岁 很容易的 那一百个人哪 更大了吗 一百个人哪 二百零八岁 很容易地计算出来 这就是地归解决这个题呢 但是你要是地归解决题 他这个代码多么的简单 而且Steven也比较清晰 就是 问到第一个人呢 他十岁 所有人呢 都给他 排队码 前方 大两岁 那么就是 N-1 加两岁嘛 就这么一个问题 就把这些问题解决掉了 但是你要理解才需要一段时间 地归可以解决很多 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下期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